姜丹尼尔和Twice成员朴志肖的恋爱传闻在8月5日被报道。 在官方发布的截图中,最初的成稿时间为7月20日。 被分析,这是韩媒给予的特殊照顾。 今日上午,姜丹尼尔的经纪公司发布报道资料称, 姜丹尼尔的solo出道专辑Color on Me出销售量达到了46万张。 比历代solo艺人之前的最高纪录多出8万张以上。 随后,Dispatch发布了姜丹尼尔和朴志肖正在热烈的报道。 Dispatch考虑到姜丹尼尔的solo出道专辑的发行, 才推迟了报道的发布时间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